這三十多年在金融圈的新崖裏 我覺得最近金融市場的發展 反而不夠之前那段時間的動力或創意 已經闊別公職多年有紅籌支付稱譽的梁伯涛 在眾多里市的遊說下 今年正式出任香港上市公司商會主席 他期望這段期間可以推動香港資本市場改革 營造更好的環境吸引更多公司來香港上市 他更期望香港可以觸緊內地經濟的發展 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我們有很多起伏 尤其最近市場有些困難 但我們不可以因為有些這樣的起伏 有些短期困難就不去發展 1997年之後 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經濟融合越來越密切 我們要看我們在國家的改革開放路程 我們香港可以做什麼貢獻呢 我們香港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呢 對於近期中國股市大幅調整 和中央政府的暴力救市 梁伯涛認為中國文貫經濟和股市背道疑詞 加上槓桿化膨脹得太快 投資者的貪婪和恐懼 令到內地股市泡沫爆破風險增加 但他相信這條路是每個市場必經的階段 市場不成熟 走得快 產生了一些風險 然後市場調整 調整的時候 監管機構當然會保守一些 或者辣緊一些 然後再看看要有什麼改革 或者有什麼調整 這是發展的過程 但我們不應該因為市場有這樣的波動 而是停止發展 更加是因為市場是不成熟 你更加要去研究一下 如何發展得更加好一些 香港證監會早前表態 不支持港交所提出的同股不同權建議草案 梁伯涛就希望香港 可以發展成多層次資本市場 各界應該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如何發展香港股票市場 甚至可以取代不太成功 已經有十幾年歷史的創業版 反對聲音一定會有 在政府來說 它都要做一個平衡 在這個時候 我都不是說 我有一個定論 一定是支持同股同權 或者是怎樣做 我只是說 我們應該要深入去研究一下 香港怎麼能夠發展一個 深層次的資本市場 不是說只是靠主版或創業版 政府要思考 監管機構要思考 市場人士要去思考 我覺得很應該去探討這個問題 年屆60的梁伯涛甚少談及自己的家 若有三類一子的他 承認當年離開花旗 其中一個原因和家庭有關 未來他都希望可以放更多時間在家庭上 我只是可以說 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是很重要 是非常重要 其中一個目的都是希望有一個 可以說是安逸一點的生活 或者是一個好的家庭 但如果你純粹是為了事業 而忽略了家庭 都是一個人生很大的缺陷 去同時勉勵香港的年輕人 要把國家發展的機遇 尤其是中國現在鼓勵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 年輕一輩應該融入中國的經濟體系 好好藏入事業